投资朋友欢迎收看市场观察 随着2023年到来 我们看到全球的电动车市场 似乎又开启了新一波的降价潮 那其实整体的导火线 取决于2022年年底 当时特斯拉开启了一系列的降价行为 尝试着要扩大对于中国市场的市战 那么这个时候 大陆新能源汽车的龙头比亚迪就倍感压力了 所以在今年年初开始 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降价 尝试着要把原本失去的份额给多回来 所以到底在未来中美的电动车成长当中 谁能够胜利呢 今天我们来跟投资朋友多做一些留意和关注 首先讲的是电动车的趋势 的确目前电动车的渗透率是越来越快了 我们看到根据高盛的报告 20年到21年 当时整体电动车占全体汽车销量的市占率 顶多也就是一成到一成五左右 但是随着2022年的到来 我们看到已经陆续突破两成区间 预估在2030年 电动车跟内燃机的销量比就可以达到1比1 那在2050年以前 达到全部电动车的销售可能性就有大幅的提升 当然啦 目前还是有非常多的电动车 它是属于广义性的混合油电车 但是在2030年以前 基本上电动车市场 就可以以纯电动车作为主要发展的方向 不过呢 是为什么现在市场上的焦点 都是在中国市场上的市占份额呢 主因就是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 我们可以看到光是在2021年底 中国整体的电动车使用量就高达了1500万辆 欧洲仅仅只有540万辆 美国是410万辆 欧洲加美国整体的电动车使用量 甚至都无法超越中国 那一个最直观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电动车 增设数相对其他国家还要来的高 我们都很清楚嘛 电动车它要充电的时间远远比 简单的到中油里面加油速度来的快 很多电动车它充电的时间 动辄要20到30分钟 甚至有时候 比如说廉价在高速公路休息站停车充电 你还要等别人排队 所以如何达到电动车的普及率快速的升高 这个是我们看到 哪个国家能够在电动车上发展速度来的最快的 而中国就是目前渗透率来的最高的 我们可以从图表上看得很清楚 中国当前在20年当时的渗透率仅仅只有5个percent 但是2022年年底就已经来到27% 预估2025年会来到四成左右 那么在整个2022年 欧洲的渗透率顶多也是两成一而已 美国这仅仅只有7个percent 所以现阶段主要大国对于电动车的政策目标 都是尝试的要赶快把渗透率给提高 要广设电动车 要不然即使电动车的销量有多高 但是电动车没有跟上 始终会让大家对于电动车的使用兴趣有所下降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目前为止 电动车的销量还是如火如荼的增长当中 如果是以今年元月份到二月份 15个国家的汽车电动车的出货量 同比是增长两成四达到140万辆 其中中国美国和欧洲等十国的同比增长高达一成九左右 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光是中美欧这三大洲 我们所看到的电动车的出货量 就已经占了全体的六成 所以基本上整个电动车市场就是中美欧的天下 那这个时候大家会好奇啊 那我们过去所提到日本的轻能源车呢 这就要跟国家的概率跟市场规模来做挂钩了 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分享过 基本上技术它不取决于单一国家所发展的方向 它取决于使用市场的方向 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说日本的轻能源汽车啊 非常的环保 加水就是清气了嘛 但是为什么日本这方面非常的领先 甚至有很多的车款是真实能够加水就能够跑 但为什么好像全球的这些汽车车厂 仍然不愿意采用这样的技术呢 最核心的原因是因为 日本已经垄断了80%以上的轻能源专利 那中美两国怎么可能会更新这条路线呢 所以呢 你就只好让日本人一亿多人自己在这边搞了 所以到头来我们可以了解到 全球的市场和规模才是取决于电动车发展的走向 即使有新颖的技术 也要有自己的市场能够接受作为导向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会误以为 随着电动车的持续发展对于全球车市就开启了新一波的想象空间 我觉得要先做一些区别 电动车好跟全球车市好 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们举一个例子各位就可以说明了 各位可以看到 这张图表左边是全球汽车的销量 右边是电动车的销量 看得很清楚 其实全球汽车的销量早就在2018年就已经见顶了 2018年当时全球汽车销量约在9000万台左右 19年接近8000万台 到20年快速的递减 即便我们看到21年到22年全球景气正在复苏 但是全球的汽车销量仍然远远低于2018年的水平 所以这说明一件事情 其实汽车产业本身就是细洋产业 汽车产业就像手机一样 本来就已经饱和了 那你说为什么电动车的销量却不断的增长呢 因为电动车的增长 它是不断的取代原本内栏机市场的增长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出略性的预估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车市有一个前瞻的预期 那最好是纯锁定电动车品牌 如果是传统车厂 那你要很清楚 就算它也跟进了电动车的路线 它发行了新的电动车的品牌 或者相关的车款 它也只不过是蚕食自己原本内栏机市场的市占而已 所以这种传统车厂 它股价的推升和想象空间就不是特别大 反而是纯电动车才有能够取代内栏机 燃油车的空间占 好了 那以全球目前在新能源车电动车的市占率 我们来做观察 各位会发现 其实在2022年上半年的时候 当时特斯拉还是全球第一名的市占 大概占整体市占率高达1成5左右 比亚迪的部分则是1成1 可是我们看到 随着时间线的过去 在2022年下半年 比亚迪全球的汽车销量 已经逐步的超越了特斯拉 那更不用说是插电式 如果是PHEV 也就是插电式的混合车 比亚迪则是全球第一名 市占率接近有三成 第二名的BMW只剩下8.8个percent 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个依稀的理解 就是全球如果是以实体销量来看 比亚迪是完全拿下全球第一 那这个趋势在短期内也很难改变 那第二点 特斯拉虽然在整体销量 他不如比亚迪 但是特斯拉是全球最畅销的车款当中 Model Y和Model 3都是第一名 这说明什么事情呢 这说明特斯拉虽然销量不如比亚迪 但是特斯拉本身的毛利 以及我们看到的总营收和总销售额 以及总建立都比比亚迪来的高 这就取决于毛利率的不同 简单来讲 比亚迪本身的毛利率大概保持在1成8左右 特斯拉是2成5 所以特斯拉本身所赚到的毛利率水准 就比比亚迪来的高 那这是第一点 那你就有更多的资金可以进行再投入 做资本支出 那特斯拉在去年年底的降价潮 其实某种程度他就打中了比亚迪的痛点 比亚迪本来是以薄利多销作为主要的方向 那特斯拉毛利率够高嘛 他进行价格的调降之后 反而扩大了非常多在中国市场的空间 所以本来去年比亚迪的表现是不错 但是在今年年初 这个结构面又稍微有所改变 我个人认为 这种做法比亚迪其实在过去几年 就有一点像是在手机界的三星 就是前几年 当时苹果大概每年也就是一款到两款的手机的款式 但是三星出的款式非常多 那比亚迪所出炉的款式也非常多 特斯拉的部分 它的款式就稍微比较少 就有点类似iPhone 所以比亚迪是用这种方式 在过去几年的销量大幅提升 但是随着特斯拉的市场份额开始扩展 而且保持一定的净利率的提升 目前对于中国的汽车压制力度仍然非常大 不过中国还是不容小觑 短短几年能够在新能源车有如此显著的推升 就跟内部的电池技术有剧烈的相关 其实各位可以观察到 如果我们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销量来做观察 中国市场我们看到的白色线 已经在过去三年陆续的超越美国南韩和德国 那目前仅仅落后给日本的丰田而已 那这主要受惠于电池技术上的领先 但是按照过去经验 你看过去美中贸易战本质上是科技战 所有可能让中国领先的产业都会受到美方程压 那中国电动车真的能够顺势的成为领头羊吗 我们要看一下全球的市场份额了 虽然从全球车市来做观察 比亚迪好像占了一成八 是全球第一名 第二名是特斯拉一成三 可是在美国市场当中 比亚迪目前只有一些巴士能够进军到美国市场 在美国有七成九 全部都是特斯拉的权重 我们讲的美国电动车市占率 这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虽然我们看到比亚迪销量特别亮丽 但是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市场表现好 事实上比亚迪是完全打不进美国市场的 反而特斯拉不断的在蚕食中国市场的份额 那如果是以欧洲电动车市占率的部分 那就是属于百家争民了 我们看到福斯有两层的市占 斯特兰提斯有一成五 现代奇亚一成一 BMW11% 宾市九个percent 特斯拉是八个percent 那中国电动车市场当中 比亚迪算比大概有三成一 再来是上汽 特斯拉反而排名第三名有八个percent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其实电池技术和渗透率 才是保持中国市场在新能源车 还能够有适度领先的主要原因 而最关键的就在于 电池技术 中国能不能保持长期的领先 如果我们观察 整体在电池技术上 因为占整体电动车的成本接近一半 目前大部分的电池专利 我们看得很清楚 有三成四是集中在中国的宁德时代 有14%的专利集中在韩国的LG 12%集中在比亚迪 7%集中在海力士 另外还有10%是属于日本的Panasonic 所以看得很清楚 全球的电池专利技术 大部分都集中在东亚供应链 那我们很清楚 这个Panasonic 日本如果在电池技术 有政治角力 肯定是选择美方 但是韩国接下来就要值得关注 韩系相关电池技术上 是否有选边站的问题 这个是值得大家 来多做一些留意和观察的 当然了 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情 那就是全球今年的汽车销量 其实在中国市场 已经开始有一点走皮的迹象在了 主因还是来自于这一次开放之后 中国市场的内需消费 并没有想象中还要来的扩散 反而美国 从去年年底开始的汽车销量 就有比较显著的提升 那现在美国又趁这段时间 进行大幅度特斯拉价格的调降 尝试掉把中国市场完全打开 目前中国的压力反而是压力重重的 当然电动车目前还是会遇到一些 不管是政治还是发展上的问题 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关于 电动车的部分如果未来持续的发酵 那因为电动车现在大部分的更新 或者保养都是属于原厂保养 那你像很多市民大道底下 这些维修厂或者组装厂 可能所受到的冲击都特别大 我举个例子有些投资朋友会询问我说 你看全球电动车的去投特斯拉的执行长 马斯克他感觉好像跟拜登就有一点隔阂 除了他的政治倾向之外 为什么拜登在电动车的政策上 你发现在美国国内 大部分都是扶持传统车厂 好像是福特通用 但是对于特斯拉好像拜登 这种支持的力度就不是特别明显 主要还是因为选票 我们之前跟投资朋友分享过 美国的利益集团很多 其中我们看到UAW 美国汽车工人工会 它对于美国制造业的选民 是有重要影响的 电动车虽然是趋势 但是从特斯拉目前的制造流程 看得出来 电动车现在是高度机械一体化的制造 它需要的零件相对于内燃机 其实是少得非常多 劳动力需求也不高 重点是特斯拉 其实是没有加入美国汽车工人工会的 那等同于它拒绝于劳房关系上 做出妥协 那汽车最重要的 在过去以往我们关注的是内燃机 那这个是美国原厂工人制造 我们讲通用汽车 那电动车最贵的是什么 是电池 而现在是由中国的宁德时代主导 所以一旦电动车的趋势形成 我们看到很多美国工人 它就会失去隐形制产的优势 所以你才看到很多工会会尝试的 以选票来推动执政党 做出有利于美国汽车业劳房的政策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其实电动车之路还是会受到一些冲击和影响 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看待它发展的方向 能不能受到政策力度上的显著支持 那当然啦 如果我们对照回台北股市相关的电动车ETF 过去两年曾经挂牌的两档ETF 一档是00893国泰智能电动车 另外一档是00895富邦未来车 虽然他们都跟未来的电动车有一定的联系程度 但是其实两项ETF所追踪的指数方向是比较不一样的 其中893跟895最大的区别 一个是锁定在电动车 一个是锁定在未来车市的长期发展 那我们刚才跟投资朋友提过 你看893它的指数选择 个股是必须要有50%以上 是来自于电动车相关业务的 那这个锁定就特别明显 但是895你只要是相关的除能技术 电池制造 甚至是公共运输 原物料 都有可能来进行纳入 所以895它就是在对赌整个车市 893它在对赌电动车的未来 而我跟投资朋友分享过 车市其实并不如大家想象中还要来的好 那当然了 既然是最终电动车 本身它就是一个科技的前瞻想象空间 股价的波动性也比较大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00893和00895 本身跌幅都比大盘来的重 台北股市从22年以来的跌幅 大概是1乘3左右 但是我们看到893跌幅是1乘7 895跌幅是1乘8 其中电动车概念股 特斯拉跌幅最重 22年年初以来跌幅高达4乘6 那从两档ETF的成分股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些有趣的变化 比如说893的部分 它的最大成分股 像是辉达 AND 特斯拉 宁德时代 英飞林 恩赐普 都是一些半导体相关 或者跟电动车相关的制造商 但是如果是以895 富邦未来车的持股方向 它就持有非常多的传统车场 像是丰田 宾室 通用 甚至连Uber 它本身都持有 所以各位还是要理解到 随着全球电动车的发展 大家开始对于车市有一些期待 但这个期待 大家要适可而止 毕竟车市是一个完全饱和的市场 那当然 电动车跟内燃机 最大最大的区别 就来自于 它本身引擎的不同 它不再需要燃油 也不需要引擎 所以在整个电力转换的过程当中 它需要的常常是属于高电压 大电流的操作 也就是晶片 所以电动车的动力晶片的不同 包括第一代半导体 第二代半导体 都可能会有大幅度飞针的现象 那这种可能反而是台厂 相对于半导体相关概念股 能够有所拉伸的表现 不过最终最终 电动车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 但是至少我们看得很清楚 全球的电动车市场 大部分的专利技术 仍然集中在中国市场上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些 美中之间对于电池专利权技术的争霸 是值得大家来多做一些留意和关注的 最后推动电动车的 其实还是政策发展 所以全球的电动车的发展法令 以及政策 基本上就影响了本国推升的速度 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各国民定禁售燃油车的时间 如果越早的 就代表着电动车发展的速度越快 那如果越晚的越慢的 那也说明电动车电动装设置的时间 就会来的越慢 所以我们用不同的逻辑 来跟投资朋友分享 未来在电动车的发展当中 它一定是一条趋势 但这个趋势 我们必须抓到精髓 来对赌电动车真实的发展空间 提供给投资朋友 多做些留意和参考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 谢谢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同时今天我们在每天早上8点半 也会针对早晨财经速解读 针对国际的新闻时事 来跟投资朋友 在盘前半小时做一些汇报 我们就下一期市场观察 再相见 拜拜